大家好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帕甘肯尼迪的想象思维 帕甘肯尼迪是纽约时报杂志前创新专栏作家 著有纽约时报 推荐读物黑色利文斯通和巴尼斯和诺贝尔发现的挑刺手等 曾经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纳伊特科学新闻学者奖 在数十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这本书揭示的就是想象思维的力量 想象思维背后的秘密 以及如何训练我们的想象思维 作者提出 我们平时所运用的很多看起来很简单 很明显的解决方法 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发明创造 都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心智作用和思维过程的结果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学习和训练的 成功的发明家和创新人士都会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当作一个研发实验室 先想象一个东西 然后在想象中把它翻转过来 用逻辑来对它进行测试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练习来运用这样的思维技巧的 通过本书 你将了解伟大发明的起源 以及如何实现一个伟大的发明 说起发明家 人们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个一头乱发的偏执狂天才 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 但是大多数伟大的发明家 其实看起来和普通人并无二致 他们更多的时候 也就是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的普通人 其实 现实中一些伟大的公司 比如推特 脸书和攀通的创始人 看起来都很普通 那么 他们是如何成功的呢 你能做到和他们一样吗 这些都是本书将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的内容涵盖了许多伟大发明的历史记载 和一位有报复的发明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本书中 你将了解到 带轮子的手提箱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的 为什么亚当斯密认为每个工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呢 以及 你是否具备成为超级对手的条件 每一项伟大的发明都源自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你用过带轮子的行李箱吗 不费力气地提着行李在火车站和机场徘徊 带轮子的行李箱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但是你知道 带轮子的行李箱是近些年才被发明出来的吗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 人们一般都用手提行李 一家行李公司的副总裁 伯纳德·萨多认识到这个问题 当萨多艰难地提着两个沉重的手提箱穿过机场时 他突然灵机一动 当时 萨多看到一名机场工作人员 推着一个有轮子的板车 板车上面放着一台重型机器 他突然想到 哎 为什么行李箱就不能有轮子呢 很快 他开发了一个带轮子的行李箱原型 并申请了专利 他的第一款产品卖得很好 虽然这个产品并不完美 因为萨多将车轮设计 安装在了行李箱的长边 如果用力过猛的话 他会撞到腿 转弯时也容易翻倒 萨多只是在度假时才使用他的产品 因此 他没有花太多时间来改进它 但是 一位名叫罗伯特·普拉斯的飞行员 对行李箱有更严苛的要求 他决定 对萨多的这款产品进行改进 最终 在一番努力之后 普拉斯开发出了 我们今天知道的行李箱 他把轮子 放在行李箱短的一边 并且加了一个坚固的把手 这样呢 箱子就不会翻倒 或是撞到腿上去了 普拉斯的设计大受欢迎 使用他的旅客 简直随处可见 那为什么 罗伯特·普拉斯 能造出比萨多更好的手提箱呢 由于普拉斯每天都要出差 他对行李箱 有更加深刻的需求和理解 这时他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 我们来分享 为什么熟悉产品 是成功的关键 想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你需要对问题 有深刻的理解 你是否曾为一个问题 绞尽脑汁 却在某一天毛色顿开 并感叹地说道 哎呀 我之前为啥想不到呢 别难过 只有在不断地重复中 才能达到对问题的完全理解 亚当·斯密 在1776年解释了这一点 他写道 工人们 每天面对相同的工作任务或问题 依然能成为发明家 工厂里有个每天负责拉杆的男孩 在不断地重复之中 男孩进行了创造性思考 他在杠杆上 系了一根绳子 把它连接到机器的另一个运动部分 从而使杠杆自动转动 从而解放了自己的双手 当然了 不断地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挫折 但是 这也可以催生伟大的发明 这其中要点有三 第一 这种沮丧 来自于一个很难发现的问题 第二 解决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 将会影响很多人 第三 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获得成功 让我们看一下 推特创始人 杰克·多尔西的例子吧 2000年 他有了一个基于文本 向朋友发送位置和信息的想法 但是 让他感到沮丧的是 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很难被发现 因为 当时很少有人用手机来发社交信息 但当时 智能手机的销量正在上升 所以 他预测到了 有一天 他的想法肯定会成功 虽然 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他的耐心 终于得到回报 六年后 多尔西的想法得到验证 全世界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推特也开始腾飞了 灵感会让你更善于观察 更容易发现新事故 你是否曾经灵感乍现呢 灵感就是成功的前奏 心理学教授 理查德·怀斯曼表示 常有灵感的人 更善于观察 也更善于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一次实验当中 怀斯曼召集一群志愿者 其中 有自认为幸运的人 也自认为不幸的人 他给了每个人一份报纸 让他们数一数里边的照片 在报纸第二页 写着 别数了 这张报纸上 有43张照片 事实证明 自认为幸运的人 确实更有可能 注意到这套信息 他们只花了几秒钟 就找到答案 而那些自认为不幸的人 花了大约两分钟 作者用了一个词 来形容这些 具有惊人观察力的人 超级挑战者 超级挑战者 之所以能成为 伟大的发明家 是因为 他们不会狭隘地 关注一个问题 相反 他们会不停地探索 尤其是当他们 不确定答案的时候 这就拓宽了他们的视野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去发现和创造 心理学家米哈利 进行的实验中 也出现这样的行为 他布置了一个房间 对艺术生开放 向他们在里边挑选 并画出物体 分成两组的结果如下 一组学生选择一个物体 就开始动笔了 其中一个学生 直接拿起一本书 和一顶帽子 把他们画了出来 另一组学生 则用了不同的方式 观察不同的物体 这些学生 甚至先打开书本 看了每一页 因此 他们的绘画 是基于 即兴创作 探索和发现的 七年之后 米哈利对学生们 进行检查 发现 当年第一组学生 大多数人 无法养活自己 已经放弃了画画了 但第二组许多人 后来成为 专业艺术家 或是教师 然而 光靠灵感 是不够的 数据驱动 正在慢慢成为趋势 当今发明 不只基于灵感 而是基于数据 许多医学发现 都是偶然的 如今 偶然发现一些东西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容易 这是因为 我们生活在 数字时代 大数据 已经成为一个热词 信息学人 也应运而生 与其等待 灵感的降临 不如主动去创造灵感 信息学人 会用计算机 来检查过去 数千次实验结果 来发现 隐藏的联系 创造他们自己的灵感 麦肯锡 2013年一份报告显示 这种形式的研究 实际上 是有价值的 他们称之为 数据挖掘 并初步估计 其每年价值 约为 1000亿美元 数据挖掘一个 主要优点 是 节省时间 通过让计算机 搜索大量的数据 就可以节省 大量的时间 和金钱 一个下午完成分析 成千上万的医学试题 不再是难题了 当然 医疗行业的数据量 是巨大的 事实上 洗衣测量单位 已经上升到了PB 一个PB 等于100万亿兆字节 如今的数据挖掘算法 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检查未被使用的信息 从而带来惊人的发现 比如 旧药物的新用途 以丙咪琴为例 它本来是作为 抗抑郁剂 被开发出来的 但是研究发现 它也可以用于 治疗小细胞肺癌 在数据挖掘出现之前 这样的发现 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今天 其速度 已经快地令人置信了 而丙咪琴的新用途 研究人员 从分析数据 到临床试验 大约只用了两年时间 除了数据挖掘 从0到1 也有其优势 从0到1 是可能的 甚至 可以拯救生命 诶 你知道 本节里冰淇淋的 布朗尼蛋糕 有颜色编码吗 它就是 从0到1的一个典型了 这套系统 可以追溯到 20世纪60年代 当时 劳伦斯·赫伯特 是一家印刷公司 攀通的共有人 在此期间 赫伯特负责订购油墨 他注意到 每个供应商 都会使用 不同颜色的颜料 赫伯特就想 打造一个 名为攀通的彩色编码系统 就像一种通用语言 印刷行业 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每种颜色 都有对应的数字 比如 黄水仙色 等于攀通123 他自己创建了一个宣传页 并开始说服业界 相信其潜力 虽然推出攀通并不容易 但是 赫伯特从未放弃 最终 他开始流行起来 到上世纪70年代 攀通每年的授权费 已经超过100万美元 赫伯特白手起家 创造了一项 有价值的发明 他拥有的 只是一个想法 和一张纸 时至今时 创造性的魔力 依然未解 现代研究表明 肠道中的微生物 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但如果这些微生物的水平失衡 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会导致艰难缩菌等 胃部感染疾病 科学家发现了一种 治疗艰难缩菌患者的独特方法 医生从健康捐赠者粪便中 提取了微生物 通过输注 将它们移植到病人肠道之中 数小时内 就能治愈致命的感染 这就说明 新想法无处不在 这也是一个从0到1的例子 而且 你不需要大笔的资金 或一个科学家团队 来创造一个惊人的发明 就像夏文将要讲到的 你所需要的 只是想象力 试着预测未来 会帮你实现伟大的发明 维根格雷茨基 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冰球运动员 他的成功秘诀是预测球的方向 而不是跟随他原来的方向 发明也需要预测 而这并不简单 你可以尝试玩 维根格雷茨基的游戏 想象几十年后的世界里 什么技术将会依然存在 出发点呢 不需要离开人类的欲望 和技术的迭代 以失乐公司为例 20世纪70年代 失乐公司成功地预测了未来 并提出一款面向消费者市场的个人工作站 配有鼠标 文字处理器和图形用户界面 但是 准确预测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 战略家赫尔曼·卡恩 试图确定预测的有效性 他请当时的领军人物 为2000年做出100项技术预测 事实证明 对通信和计算的预测 大约有80%的准确率 其中包括对互联网 录像机和手机的准确预测 与交通、医药和建筑有关的 预测准确率最低 其中包括对冬眠飞船 和减肥药的错误预测 但是 这也说明一个准确的预测 可以促进变化的发生 以摩尔定律为例 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每18个月会翻一番 摩尔自己后来说 在他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的理论之后 该理论引发一系列行为 科技行业的人开始意识到 如果他们的行动不够快 就会落后于摩尔定律 这样 预言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从而成为新发明的推动力 实现伟大的新发明并不容易 但是 我们很快就能了解到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把大脑当成测试实验室 会帮你实现伟大的发明 头脑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你可以用它创造想法和发明 许多最伟大的发明家 在把他们的想法勾画出来之前 先会用他们的想象力进行创作 尼古拉斯·特拉斯 就是以这种方式出名的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会花很多不眠之夜 想象新的城市和建筑 17岁时 他开始把这些想法变成发明 特拉斯可以在他脑海中 清晰地看到他的发明 他不需要任何模型或草图 就可以开始创作 对于他来讲 这些景象如此的清晰 以至于他梦想着发明一种相机 能够从脑海中捕捉画面 发明家艾龙·马斯克 延续了这个梦想 他建造了一个系统 让人们可以通过在空中移动双手 来设计物体 那么如何让这些想法成为现实呢 从问问题开始 让你的思维活跃起来 作为一名写作老师 作者见证了许多学生 是如何探索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的 一个学生告诉他 他头脑里已经有了整部电影的情节 只差把它写在纸上而已 当作者一周后和他会面的时候 这个学生仍然无法把所有内容都写下来 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始 为了帮助他 作者问了这个学生 电影是怎么开始的 采用什么样的视角 甚至你认为电影中会有什么气味 你能想到的每一项发明都有成千上百的细节 可以转化成这样的问题 尽可能多地问自己问题 从而帮助设计和实现你的想法 想象力是发明的先驱 因为每个人都有想象力 所以每个人都能想出伟大的发明 人人都能想出好主意 不是只有专家才可以的 你可能没听说过约翰·哈里森吧 他是一个英国木匠和钟表匠 他在1714年为英国议会解决了一个问题 赢得两万英镑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两百万英镑 哈里森的故事告诉我们 往往是行业之外的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早在18世纪 水手们无法计算出船的纵向位置 这就是他们面临着撞到岩石或其他船只 甚至沉船的危险 1707年 一艘英国舰队在海上坠毁 2000名英国水手在此次灾难中丧生了 因此 英国议会在1714年提出 如果有人能找到在船上精确计算精度的方法 就能获得高额奖金 人们本以为 答案可能来自天文学家或是皇家天文台的人 但是最终获奖的却是约翰·哈里森 一个普通的木匠兼钟表匠 他发明了可以精确到秒的航海天文中 水手们返航时就可以报时 并将基于他们目前所在的时间进行比较 从而获得固定位置 还有 亚当·李福斯 他是乔治亚大学海洋科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员 2012年 他解决了食品工业的一个问题 一家公司找不到合适的食品色素 这个问题虽然对于食品科学家来说很难解决 但是 李福斯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利用他的海洋生物学知识 加上在沃尔玛买的一些工具 他成功地用化学方法改变水中的金属混合物 制造出了一种颜色更赏心悦目的饮料 所以 你目前从事的行业是什么 并不重要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发明家 你所需要的是主动和毅力 每个人都有可能想出好主意 下一个伟大的发明可以来自任何人 任何地方 特别是特定领域之外的人 重要的是对问题的深刻理解 以及预见社会走向和人们需求的能力 好了 这本帕甘肯尼迪的想象思维就分享到这里